你要切多厚 都可以 我要切片 好危險喔 手手手 好危險喔 四 哎呦這個涼飯最好 手 手 要動了 差一點點耶 哎呦都不用動 哎呦沒有 哎呦我好怕你手指 好恐怖喔 喔這個確實有情緒價值拉滿 幫我們兩個弄緊張死了 玉米 來玉米 好 哎呦 一刀兩段 玉米很難切 對對 好再來 好這個 你家的爛桃花 對 一刀兩段啊 哈哈 一刀兩段 為了這個爛梗 昨天跑去跟老闆買 一支一百五 為了這個爛梗 陶瓷鍋啊 是 最害怕就是刮到 那個塗層可能被你刮壞了 對 今天我就做到極致好不好 等一下 怎樣 這個是 拆我家的床 拆我家的沙發 好 拆我家的門 全部拆下 炒鐵丁 我跟你講今天沒在怕 就是要做到極致 你會不會炒完 然後鍋子壞掉了 沒加啦 有 對啦 有沒有 一般我們會這樣炒有沒有 對 這樣有沒有 有 還這樣有沒有 有 有沒有 有 來 倒下來 好來 這樣夠幾次了 一號雞看一下 一號雞給它 有沒有看到 給它一個特寫 乾乾淨淨 沒有刮痕 沒有一點刮痕 你知道一般家裡的鍋子 炒到很久了 它會怎樣 被刮成這個樣子有沒有 它也在上面完全差了 這也特別跟它講到說 關於塗層 它的不沾技術 它的抗刮耐膜的特性 所以我們大概給它一個初步的認識 所以它們有那個青出魚籃 或者是用鐵丁 它把各式的這一個金屬都放進去了 好 你們煎魚喔 常常有人就放得多 我這樣煎一條 對 這樣就好 我們魚來 直接整條把它放下去 好 這個魚喔 我說真的 我們真的是選最大條的 對 甩一下鍋給你看 甩鍋來 一二三 這本來是沖出來都掉了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主角玩好 安好 好 再一次 一二三 主角 來 節目效果 節目效果 好厲害 你好 食神蕙蕙 欸 什麼 導致你都準備好了 這要怎麼 食神蕙蕙 就幫他戴上廚師帽 跟大家說齁 其實今天床的世界啊 這個是第一場喔 第一場喔 第一場 獨家 獨家讓我們雙腹今天來這裡介紹我們的床 所以 來 先再來 這個生雞蛋 我們直接放在帥腹的背部 來 我們腰筋下去囉 來 我們放在帥 這不是最大的腰筋下去囉 帶得到嗎 帶得到嗎 來 我們看多厲害 這個床有多軟 然後 細腹裡有多好 大家看要會全蛋 雞蛋不會破 一 二 三 來 看雞蛋有沒有破 雞蛋有沒有破 來來來來來 雞蛋有沒有破 雞蛋有沒有破 來 幾顆破 還有很多人賣床墊 掌聲鼓勵鼓勵 很多人賣床墊 他都用怎樣 用水煮蛋 有沒有看到 沒有 這是整顆生雞蛋 阿 Challall man 這個 只有 記憶棉的床墊 才敢做這個飾演 因為記憶棉是最吸鎮的 對 那我們這個是獨立桶 再加清水棉 這個還可以做到 跟記憶棉一樣的 驚艷了陳總 自己都驚艷了 你覺得 我們這個 6萬6太便宜了 賣10萬 16萬 來 那個 買賣多少 這很困難 我們稍微笑一下好不好 不是啦 我們很經歷的 我們說的 3萬3我想要補 蛤 3萬3要補 我想要砍 我想要砍啦 太高了啦 經理太高 3萬3不夠啦 粉絲都這樣捧場不夠啦 再低一點啦 對啊 我跟你說因為時間有限啦 先斬後奏 先斬後奏 2萬3千9 好可以啦 2萬3千9 來 現場的朋友 現場的朋友 大家都傻眼 對對對 其實我覺得低價策略 一定是一個很好的策略 可是問題是 你要讓客戶 你有理由啊 你突然就掉了啊 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可能 價錢如果先跑的話 可能 在銷售上 對你來講 可能會比較 對銷售方來講 可能會比較不利 不利對不對 對 因為客戶沒有感到那個價值 我還沒有保保他為什麼是6萬6 對啊 其實如果我接受了6萬6 你到時候再破價格 我會覺得更感動 對應該是這樣 對吧 你沒來沒去就先破了價格 我都還沒搞懂 為什麼呢 突然他對我來說 就變成一個2萬多的床了 對 這個有點可惜 剛剛我們進6萬6千 它是有6萬6萬價值的 對的我也覺得 6萬6價值先把它 讓搭的 因為床不是一個 會因為便宜就買的東西 我們的前6強 來 他們接下來就要進行 非常殘酷而顯靈靈的 超級帶貨王誕生出戰 接下來各位 真的要拚業績囉 是 也就是說在下一場當中 我們要拚的是 除了你們現在已有的積分 還要拚你們帶貨的成績 以及評審更嚴苛的挑戰 有沒有信心 有 請注意 請給我們 請 我們這請 請